在章心的设计概念里 常会听到说 章心设计师就是设计美式的设计师 对 在我的想法里面 我们都会希望常把 就是一些美式的生活概念 欧式甚至法式的生活 能够很轻易地 置入我们的生活环境里 我发现新轮也有跟我一样的想法 对 其实我们公司一直都是 为欧美的客人做一些 橱柜上面的设计 那其实在一次契机之下 我发现章心设计的设计风格 美式设计风格 跟我们的设计概念 其实非常的相近 所以我就拨电话给你 那邀请你来看我们的橱柜 那其实我们的橱柜 运用范围可以很广 它不只是书柜 衣柜 甚至可以延伸到书桌的设计 对 我那时候接到你的电话 我很好奇什么叫橱柜 然后又亲子设计 我来看以后我发现的确 你们在这个设计方面 跟我们一般想象的橱柜方式 是完全不一样的 其实所谓亲子设计呢 因为我们用的橱柜的结构 它是金属的结构 那金属它代表是一个轻盈 但是因为加上我们有 专利的连结卡榫 所以它的结构 其实是非常的足够的 我们在搭配 我们有不同颜色跟板材的层板 还有我们专利的圆角抽屉设计 所以让收纳这件事情 其实是变得很轻松 在视觉上面它也不同于一般板材做的橱柜 是很有穿透力很清亮的感觉 所以我们称这个为亲子的设计 说得好 亲子设计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告诉大家 你怎么样把你的这样子的橱柜设计融入在 像我是设计师啊 那我们也要告诉观众朋友 怎么样放入他们的生活当中 譬如说现在也很流行工业风 我们的柜子其实也可以做工业风的变化 像我在立柱上面 我去做黑色的烤漆 那橙板我的包边也包成黑色的 其实你想如果这样子的柜子设计 放入在如果譬如说是水泥墙 置入在那里面 其实也可以很轻易地搭配出 轻工业的风格 如果你喜欢的是北欧的设计 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立柱上面 还有橙板上面 我们可以采用比较淡雅的色系 那它的使用性可以从书桌延伸到书柜 那在更衣室的话 你甚至可以用梳妆台延伸到衣柜 可以做连贯的设计 那再来我们产品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就是我们所有的抽屉跟橱柜 都是采用悬空式的设计 所以在视觉上面 它压迫感会降低非常多 但是它又极具很强大的收纳功能 透过你的解说 其实是非常清楚 我想大家就知道说 怎么样把你的橱柜设计 运用在我们的设计风格里面 而且各种风格都能够轻易地运用 对 其实我们这产品的设计概念 就是希望呢 在不破坏你们设计师原有的设计概念之下 可以很无感很轻直地置入你的生活空间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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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